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今天來到 是農曆年的4月份 今天是4月初一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現在正式來到夏天 天氣明顯是變暖 我相信香港現在應該相當熱 因為現在 在英國 開始在猛太陽的時候 我開始終於感覺到太陽是熱的了 可能香港人真的會不明白 因為這裡平時就算有太陽射下來 也是一樣動冰冰 跟你好像在冬天的時候一樣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選一個話題 就是 飛站的港鐵 飛站 說起飛站的港鐵 不知道大家想起甚麼呢 其實我真的就是直接想起 是叫做 8月31日 2019年 港鐵 跟著 是跟你說 我不停太子站 我的確是想起這件事 為甚麼無端端提起 831 就是因為 這個無恥的港鐵 是忽然之間跟你公佈 跟你說 現在我們的鐵路 即將 是會飛站的 真的 相當之無恥 我們跟大家詳細多方面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定眾 記得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最後請大家 記得透過本台連結 安裝VPN 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港鐵 港鐵 忽然之間有最新的消息 為了配合港鐵 的資產更新計劃 聽到你一頭暈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 官堂線的列車 將於個別的日子 是不停部分車站的 就是 太子站 旺角站 還有油麻地 等的車站 即是 是哪些 是甚麼時候呢 其實全部 是沒有清楚說清楚的 到底甚麼時候 不停甚麼站 更加你聽他的公告 是聽到一頭暈水的 甚麼是資產 更新呢 聽到你一頭暈水 如果你有工程就工程 你要裝修就裝修 你要停閘 因為系統要保養就保養 我還叫做 聽得明白 你跟我說要換那些資產 然後 服務大眾 的地鐵線路就是要飛站 是不停 大量的站 甚麼時候 停又不說 停哪個站 有沒有詳細交代 你說作為 公營 的大眾交通 這樣的態度 你說是不是相當之恐怖 所以 本來 就不是想說政治 但是你立即 令人想起 港鐵 其實真的是一間相當之無恥的公司 因為 他在2019年 就是徹底變成 是香港 政府 的代理人 這樣也很正常 因為 基本上香港港鐵的大股東 就是香港政府自己 本身來的 所以 其實港鐵 其實絕對 是400% 香港政府的延伸 而港鐵本身 在 過去十幾年 不斷地 大搞鐵路 壟斷地產模式 就是鐵路跟香港的地產商 合作發展樓盤 為什麼 控制了交通 等於可以控制了樓價 就是因為正常你在香港 我們一會再討論 開車有太多困難 而且你也不可能開車上班 尤其是如果你 回到核心地帶 即是中環金鐘 基本上你一定要 改達公共交通工具 控制了公共交通工具 車站上蓋的物業 就等於 控制著 地產 等於成為 對香港人的一個地產 罷權 而香港 港鐵 也是非常積極參與這個事務 即是說 大家 對香港政府的看法 是沒有錯的 就是香港政府 其實本身自己 就是地產罷權來的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說要對付 大Masa 地產商 其實 在某個程度上 適合了一半 實際上香港最大的地主 最大的地產罷決 就是香港政府自己本身 香港政府仍然是香港 最大最大最大的地主 因為就算他賣了地 是比發展商 他仍然可以動用各種的公權力 是強制收回土地的 你看看最近 這個 北部都匯區 有大量的香港大地產商 地皮 是被香港政府 打把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留在香港有多少 對抗 實際上你留在香港 你面對 這樣的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你是難以對抗的 即是說你是被迫著做韭菜給他收割 你被迫著要給港鐵賺錢 就算你很節省 除非你徹底不出街 最慘的是就算你 把你的錢射上中國大陸 你仍然是會給港鐵賺了你的錢 香港政府 以及這個所謂霸權 就是看中了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 你是沒得走的 就算你真的叫做躺平 躺平你是減低消費 但是你 生活所需 仍然是需要用 為什麼說說說好像如此悲觀呢 不是悲觀 而是 是在香港 在一個徹底控制的網絡之下 其實你可以 作對的部分的確是少之有少的 看看 當日在2019年 當日在2019年港鐵最早 是徹底配合香港政府 甚至乎變成 香港警察的運兵車 當時 有示威的地方 全部 觀塘線 就不停那個站 導致大量的市民 想去現場示威 是完全 是沒有辦法做到 即是說徹底被人控制了交通 等於被人控制一切 香港 你不夠去鬥的原因就是因為一切 的道路交通 是全部被控制著 所以真的再說一次 無論往後發生甚麼事情 例如中國大陸可能會不會 發生變天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的 交通工具 以及網絡 包括大量的公路 這些全部都是軍事據點 徹底在2019年 就是反映給你們知道 所有的鐵路 全部 都是由軍方控制 不是開玩笑的 很認真跟大家說這個問題 就算是說 俄烏戰爭的戰場 你知不知道大家雙方競爭的是甚麼 就是去競爭鐵路的 基本上 大家去搶地盤 就是看著哪個地方的火車站 來打的 不是開玩笑的 我很認真說 即是說 其實公共交通工具的鐵路 還有 是公路 網絡 就是等於運兵的渠道 很容易理解 我當你佔領了半個香港 你要運送物資 你怎麼運 當然要在路上 你沒有理由 駕駛爬山車在山上 穿過樹林再過去的 即是說有道路到達的地方 就等於你有物流 所以 打仗就是對方要切斷你的道路 因為 香港人就很喜歡 看三國演義 以往你不會那麼明白 你用回今天的角度 那些公路你就會很明白 其實你去去切斷補給線 就是切斷那條公路 其實真的沒甚麼特別 所以真的在2019年 我覺得過去的人生 我是真的想跟他 say goodbye 是說真的 即是說以往我們有太多 價值觀 在社會建立給你 我衷心地 認真覺得 香港讀法律是沒有用的 除非你今天 繼續在香港做法律界賺食 除此之外 基本上 如果你說整個2019年 時代革命的運動 基本上你懂法律是沒有用的 當日你發現懂得駕駛 是很有用的 包括駕駛私家車 駕駛電單車 甚至乎後來發現原來駕駛飛機 是那麼重要 這些全部 等於是軍事技能來的 而偏偏香港 普遍的香港人 其實真的絕大多數都不懂得使用這些交通工具 請各位 相信我 今天去學駕駛這些交通工具 我相信他日 總有一天 你會很感激 你這個技能 你學了這個技能 我相信終身受用 就算你考不到車牌 我仍然相信中國大陸和香港 是會有 動亂的那一天 很大程度上 很大機會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民眾 反抗中國共產黨 導致 政權不穩定 我亦不認為 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可以那麼容易 過渡島 直接走向民主化的 我相信中間的道路會相當崎嶇 所以請大家 作為 是一種 是技術 是人生的技術 是應該學習駕駛交通工具 你不妨真的可以試試學駕駛電單車的 去了解一下引擎的特性 即是了解一下內燃機 其實學駛電單車會更加容易 是掌握的原理 因為基本上 電單車的系統大部分都是外露的 你可以很容易學得色 而且它的機件 是少很多 我亦有一個英軍的朋友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看小交通工具 他說 絕大多數 英軍要做的工作 其實就是駕駛的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旋容 隱藏 隱藏 真 感冊 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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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